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做夢 那夢境有時候是很真實 甚至於是會預知 偷夢 那或者是過世的親人 朋友會來託夢 那前一陣子小鬼去世 吳宗憲就夢到了小鬼 來入夢 喊憲哥 那也有一位網友分享 他哥哥不久前奏事 然後來給他討伴 叫他就要幫忙照顧他的小孩 那麼所以今天我們這個 要來探討夢境 有時候夢好像是沒什麼 有時候夢其實是很有意義的 那我們先請這個志偉來講一下 就是這個小鬼入了吳宗憲的夢 對 因為其實小鬼他也是突然走掉 就是通常就是也沒有留下 任何志志騙語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他有沒有什麼遺願 或是有什麼事沒做的 所以其實在那個時候 他的很多好朋友 你看楊成林是他的前女友 初戀情人 每天一直發IG 他要發IG的目的是說 小鬼你可不可以到我夢裡來一下 你讓我知道你好不好 你讓我知道你想要做什麼 但就是夢不到 那當然在我們錄影的前一天 就是辦了這個所謂的追思會 很多好朋友都去 然後也都就是我們有看到一首歌 聽得還蠻感動的 那憲哥在昨天的現場 是跟所有人交代說 不可以哭喔 我們今天是要笑著送他 不然你哭他會走不開這樣 那所以憲哥他就在當下就有講說 大家真的不要哭 因為我夢到小鬼了 然後小鬼就是叫我一聲憲哥 然後笑笑的揮手離開 所以如果我們哭的話 他會難過這樣 那所以說在現場 當然也有其他小鬼的藝人朋友 有人也有說有夢到他這樣 那只是說大家的說法會 就是當然不是很多人夢到 就是這樣拼湊起來的感覺 就是他是很微笑的 很開心 每個人為他做的這一切 是 對那當然剛剛正大哥講的 那個哥哥就是 也是猝死 他是那個腦出血 然後也是什麼話都沒有講就走了 那像對這個活著的人來講 都會覺得 不知道他有沒有什麼事要做 或者是他有沒有擔心什麼事 那他有個弟弟 那弟弟就是在 幫哥哥辦完告別事之後 就做了個夢 他就夢到他哥哥到夢裡來 就到家裡面來 握著他的手跟他講說 我真的很放不下 我老婆跟我的小孩 我老婆就是家庭主婦 所以這個會讓我很走不開 但是我現在必須要走 所以很多時候都最怕這種 你說夢 有時候是生 他還沒走的時候 他握著你的手說 那孩子就照顧好 然後就走了這樣子 那有些你一定要答應他 你不答應他 他就眼睛不閉起來 他就走不掉 對 所以這個是已經走了 因為他根本來不及交代 所以他到他夢裡面 跟他弟弟講說 我拜託你一定要答應我 但是你說照顧一家 他的大嫂 他的小孩 那個其實是很大的責任 這個弟弟心想說 我顧得來嗎 可是哥哥就這樣哀求 而且你不答應他就不走 所以他在夢裡面 就答應了他哥哥 那答應之後 當然醒來以後 我不知道這個弟弟是怎麼想 好想知道是陰邦 你兩個夢裡面 不見得是事實 但是比較讓人家覺得 讓他自己覺得說 哥哥真的有來 因為他的三歲的兒子 看到爸爸就跟爸爸說 爸爸昨天阿伯有來我們家 三歲小孩同言同語 他不會說 阿伯來我們家 阿伯跟你講什麼嗎 阿伯就摸摸我的頭 抱抱我跟我說要乖乖長大 他就走了這樣子 那他從哪裡出來 我就是看到他從你的房間出來 那這不就是我在做夢 我哥哥真的來了嗎 因為他覺得他的這個兒子 就是只看過他哥哥三次 就哥哥不是很常到家裡面來 只看過三次 那再加上說 小朋友沒必要說這樣子的謊 所以說他就覺得說 這個哥哥真的有來 深信不疑 所以他就因為答應了他哥哥 於是乎就是有很常去問問大嫂好不好 幫忙照顧他哥哥的小孩這樣 我有個朋友跟志偉 這個哥哥來脫摸這個故事很像 你也是朋友啊 他也是處事 然後留下太太跟小孩 也是來拜託說 母子跟孩子照顧 他後來他很遲疑 後來就說母子我叫起來 孩子不要 這樣代表這個母子應該也是這麼漂亮 母子應該這麼漂亮 林老師也是這樣嗎 你也不太理智 在那種裡面 你夢裡面其實都沒什麼理智 就是說感情性的比較多 所以這種有時候很困擾 就是說像他那個是還好 你敢不太困擾 不一定 因為季情不是我們在家 那個有季情的 不過是那個 我自己是有個親身的經歷 就是說因為我阿嬤是出家的時候 他在寺院的時候在山上 被一個年輕人撞死 那撞死之後呢 其實我們家人 因為我們家族蠻大的 那就在講說 到底要不要去跟那個年輕人索賠 因為事後知道說那個年輕人也很 家境很不好 他撞到的第一時間 其實是有下車來 就是很懺悔這樣子 自己不小心撞到人 然後我自己是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我們就有家人 就是有特別在夢到 就夢到那個外婆入夢 然後問說那要怎麼處置這件 這個這件事 要不要去跟他追索之類的 結果我阿嬤入夢是 他就搖搖手 意思就是有點類似像帥的 那我們只是想說這個他講出這個夢的時候 我們本來想說這個是不是就是夢到而已 結果後來我表妹的男朋友 他其實是有陰陽眼 然後那時候出病的時候 就是在靈堂那邊 他就有特別去看到 就是去守陵 一起守陵 然後他就看到我阿嬤 站在那個棺材旁邊 所以有跟他交談 有跟他交談 那他有特別問說 阿嬤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阿嬤就說我好痛 他就說 因為他說他全身被撞了 都是血是很痛的 然後後來就有特別問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家人 我們家族的人都不知道說 該怎麼去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就透過這個有陰陽眼的男朋友 就問他說 那請問阿嬤要不要跟這個 那個就是那個年輕人 造勢人追討 那阿嬤就說算了啦 就不要了 也就是說他的夢境 跟那個陰陽眼看到的那個 是真的是相符合的 他有陰陽眼有去跟阿嬤對話 不然阿嬤這樣你們還很難解 阿嬤是自己跟他 五百萬 搞不好你們會注意喔 對 搞不好 我們也是在想說 那個搖搖手 其實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們是覺得說 應該是算了的 會不會像是那個 講的五百萬 不要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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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算 這解夢托夢 是很重要的 對 是不是 就是